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 今天我们和远在欧洲的中讯来进行连线 刚才您听到的这个节目 实际上是中讯休假之前我们预录的一个节目 上海乡亲叫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和中讯打个招呼 中讯您好 能听见我讲话吗 播出这一部分不是录音的 那么这一段话能听到吗 对 这段话刚刚可以听到了 好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 此时此刻我还是坐在邮轮上面 然后正在从南斯拉夫之前的南斯拉夫 一个叫做黑山共和国 向意大利的米兰行驶 此时此刻船正在移动 本来我们是说在这段期间跟大家想一点 在欧洲的一些建门 但是后来发现海上的信号非常不稳定 尽管我上次已经连过一次线 我们讲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我也告诉过大家 他这个不稳定的信号也要花我几百块钱 对 但是因为音质不太好 有一些在旅游的时候 一些辅助的资料也没办法播出 而且在海外做这个节目 我的这一边的回声非常大 我很幸运是在洛杉矶的朋友听不到 所以关于旅游的一些情况 等我下礼拜回去以后再跟大家汇报 今天我们就随便的很简短 跟大家聊一下 现在欧洲出现的一个关于孩子的问题 因为刚才上一段讲的是老人的问题 接下来这一段我们聊一下孩子的问题 而为什么说简短的聊一下 因为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聊过多次了 就是关于世界上一些地区 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年轻人不肯生孩子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说两个国家 一个是匈牙利 一个是挪威 这两个国家 因为这两个国家 他们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那我先告诉大家 在昨天的时候 应该确切说是前天 我们在克罗地亚这个地方 那么克罗地亚这个地方 我就小小的做了一些了解 正好需要做一段时间 是计程车比较长 我就问了一下这个计程车司机 我说你是一个家里面是什么情况 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 三十来岁 他有两个孩子 一个三岁的女儿 一个七岁的女儿 他说这两个孩子 政府给他们的补贴 是每个月120欧元左右 当然这只是现金 其他的还有一些税务方面的优惠 等等 请注意 克罗地亚这个国家 是一个80%的天主教的国家 那么在天主教的国家当中 一般的来说所谓的计划生育 不是他们的一个首要的考虑 如果是前程的天主教 的话 对于什么避孕 什么这些方面 大家也都所了解 但是尽管如此 像克罗地亚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们的人口数量 也是跟不上他的发展 所以他也有这个问题 于是呢 他们就要面临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也是比较独特的 一个是他的人员外流 我还不是说的人才外流啊 是人员外流 就是哪怕是一些低技能的人 他们也外流了 都跑到什么德国呀 爱尔兰呢 都去找工作去了 赚钱赚钱去了 对那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呢 第二个情况就是 大量的移民的涌入 移民是两种 一种是合法移民 一种是非法移民 所以我先简单的 跟大家讲一下 小小的克罗地亚的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中亚历和挪威的情况 其实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 你看美国的报纸 这个不管是AP News 就是美联社的报道 然后还有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都有这个报道 就是说全球啊 为出生率下降 为扭转这个婴儿短缺 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的努力 尤其是在欧洲的一些国家 和在东亚的一些国家 东亚就包括日本啊 这个韩国啊 中国啊 这些都算的在里边 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各国都做了努力 但是没有一个政策是成功的 尽管有的时候短时间之内呢 可以提升一些这个 就是生育率的这个下降 可以让它再上升一点 但是呢 基本上都是短期和 就是没有办法提高到 那个人口正常的 应该替换的这个比例 2.1 因为现在欧洲的情况 非常的糟糕啊 你像那个熊亚利 我看它的出生率 现在只有1.4吧 然后挪威好像也是什么 1.4 1.5 美国居然也在去年的时候 下降到1.6了 所以呢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这呢 我们就问一下 如果要是听众 如果说生一个孩子 可以获得15万美元的 低息贷款 帮助你买房子 可以有一辆政府补贴的 minivan 因为你家庭成员多了嘛 你需要一个面包车啊 不是一般的这个 私人坐的小车 然后你可以终身免税的话 你会不会还想多生孩子 这个大家都自己去问一下 因为在欧洲呢 这个基本上算是 像熊亚利还有这个挪威啊 基本上我都觉得 算是一个标配了 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 刺激的方法 就是鼓励孩子 这个妇女多生孩子 但是居然没有一个成功 对 熊亚利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熊亚利是这么一个概念 大概呢 是等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 这么一个情况 他的人口啊 整个的国家人口呢 不到1000万 他现在的总理呢 是Victor Orban 这个大家都听说过 这是一个保守派的人 他们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低谷之后呢 杀回来了 杀回来之后呢 这个Victor Orban呢 他就采取了一个 所谓的家庭补助计划 因为他呢 代表的是非常传统的 基督教的这一种观点 甚至他在他自己的国家的 布达佩斯呢 有一个叫做 人口峰会啊 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 来促进家庭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 但是尽管如此啊 还是不行啊 刚才你说的 他的那个一点几 实际上在这个国家 他的人口要是正常的成长的话 他的一个女的 要生2.1个人才行 所以你那刚才说的1.4 1.5 这是不够的 所以呢 他比较狠 他给的雄雅利 把他的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时候 给到5% 现在是3% 都用在了 附近家庭的发展这方面了 那对比一下 这个数字在美国是什么呢 美国是把1%的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 放在家庭计划 包括给孩子的税务的优惠啊 之类的 你看现在的美国的大选 从贺锦丽到川普 都在喊这个 而贺锦丽就喊 每一个孩子给6000块钱 6000块钱的奖励 那川普呢也说 说以后要是做什么试管 婴儿什么的 都是免费的 然后同时呢 如果是有父母的话呢 也给你们各方面的税务的优惠 那这一点雄雅利早都做到了 雄雅利又告诉你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两个孩子等于一栋房子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生两个孩子 你基本上就可以拿到一栋房子了 政府给你的补贴 已经足够到你拿到一个房子的地步了 对 那好 那稍待一会儿呢 我们广告之后呢 就介绍一下 雄雅利的具体的政策 还有挪威的具体的政策 看看这两个欧洲国家 为了提升他们的妇女的生育率呢 做了哪些 采取了哪些措施 这段时间呢 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欧洲的这个 就是人口减少啊 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各个政府呢 都把它作为一个优先事项 来进行解决 那么雄雅利的情况是这样子 从1980年的时候呢 他们的人口就出现了减少 目前刚才说了不到1000万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啊 雄雅利的生育率是大幅的下降 到了2010年的时候 降到了什么程度呢 降到了每个妇女啊 只生1.25个孩子了 那这个比那个2.1差了很多了啊 所以这个雄雅利的政府就开始比较紧张了 现在上任的这个Orban呢 他有5个孩子 他是5个孩子的父亲 所以他上任之后啊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刺激人口增长 鼓励妇女生孩子这件事情呢 变成了他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国家事务来处理了 刚才说5%的GDP都用来鼓励孩子 就是鼓励这个生孩子 这个已经超过雄雅利的军费了 你想是这么个情况啊 到2021年的时候呢 匈牙利的生育率呢 总算是上到了上升到每个妇女呢 生1.6个孩子 但是后来这个又开始停止了 这个生育率到了这个1.6又开始停止 而且在过去两年啊 因为疫情的原因 因为其他的这个经济原因呢 又出现下降了 所以呢 这个就让匈牙利其实是满头痛的 中旭你还在吗 你还在线上吗 对 好 你 好好好 你刚才能听见我讲话吗 我就是说现在呢 世界各地 因为 和全国社同学都会听到的 所有人都会听到的 还是他毕竟 和全国社同学都会听到的 毕竟 这个民众的 和全国社同学都会听到的 那么现在的邪论是一个文化的邪论 就是比较多的研究成 发现一个文化的原因 而不是经济的原因 那么如果这个是成立的话 我们说啊 不是经济原因的话 那我完全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嗯 对 中旭你的信号还是不太好 断断续续讲话断断续续 听不太清楚 我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 就是说现在呢 大家都认为想要决定 想要看一看 这个到底不生孩子 它到底是一个文化的原因 还是一个经济的原因 如果要是文化转变 那就不是给一点经济刺激 就可以扭转人们的这个想法的 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就是说想生孩子的这些 可以多生孩子 想多生孩子这些妇女呢 你没有他这个经济刺激的方案呢 他也愿意多生 可是本来就不太想多生孩子的这些妇女呢 你即使给他各种各样的优惠的条件 和这个什么低息的贷款啊 无偿的贷款之类的 免费托儿所之类的 那他也不愿意多生 所以这个就就比较困难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钱花出去呢 基本上对促进那个提升这个生育率呢 是没有什么太多帮助的 那这个所以就好多的国家 就是为什么在过去这几十年 大家都在尝试用不同的方法 来看看能不能够鼓励更多的妇女 愿意多生孩子 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一例是成功的